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這個懶人包 裡面的這個Spider 我原來的預設 所以你們待會找一下這個東西 它的副檔名 不過假設你的電腦裡面沒有顯示副檔名的話 應該是那個設定裡面的東西吧 這邊有一個 當然不同的版本 像這邊有一個 什麼 內容吧 是不是 應該是 有個地方可以顯示那個什麼 顯示副檔名的 這個應該是什麼 資料夾 選項這邊吧 檢視裡面是不是有那個什麼 要不要顯示 顯示副檔名的 這邊好像有一個 隱藏有沒有 如果你這個是打勾的話 那你就沒有副檔名 如果打勾取消的話 那就會出現.EAC 不過這不重要 最重要是這個東西 你只要把它打開來 不過我預設的環境 會是在哪裡呢 預設的環境是在低疊底下 所以將來 假如說你的電腦有低疊 你就解到低疊 直接打開 Spyder 就可以run了 但是因為我們這邊的電腦沒有低疊 只有C疊 所以沒辦法放在低疊 那這個時候會有個問題 就打開的時候怎麼樣 它沒辦法run 為什麼 因為我預設環境在低疊 它會出現這個 它沒辦法找到一個東西 就是這個東西低疊的這個路徑 因為它run的時候 會需要用到一個Python的W.EAC 那這個路徑不在低疊 所以必須要修改 那怎麼改 各位講一下很簡單 按右鍵 在這個Spyder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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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右鍵 那我是建議 你們電腦最好是裝一個軟體 叫NodePay++ 記事本++ 理論上如果你有學過程式 應該會裝這個東西 如果 假如你電腦沒有的話很簡單 你就Google打這個關鍵字 叫NodePay++ Enter你把它download裝起來 按右鍵就有了 那這個軟體非常棒 因為你只要學程式都會裝這個東西 它的好處就是 可以直接編輯 像執行檔 比如說執行檔 按Edit with NodePay++ 那你可以把它打開之後 它有很多亂碼 不過不管 你可以把這個卷軸 直接拉到最下面 拉到底之後 各位可以看到 你就會看到 在應該是432行的上一行 應該是431行 這邊就有一個路徑 其實主要錯就錯這個路徑 OK 你只要把這個路徑怎麼樣 把D改成C存檔就OK了 就這麼簡單 OK 如果可能會需要用到NodePay++ 如果你沒有 你就把它裝一下就OK了 那我把這個地方改一下 那可能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裝完之後 你可能還要注意一件事情 檢視裡面有沒有自動換行 因為浴室好像自動換行是沒有打開 所以之前有同學 他沒有自動換行 所以往下 奇怪怎麼沒有老師講的東西 主要因為他沒有折行 他在最右邊 所以這個時候我建議 就是他這個地方 檢視裡面有個自動換行 然後再把卷軸拉到最下面 這樣子就把這個C D冒號斜線改成C冒號斜線 那當然你想說 老師那以後我假設我不要放C 也不要放D 我放E可不可以 可以啦 你改一下這路徑就好了 就這樣而已 OK 不過可能要注意一下 你解壓說的時候 不要再多一個目錄 不然的話目錄裡面又多一個目錄 那就會打開會失敗 也就是說不要多一層 因為你多一層的話 會變成說Python384 又一層Python384 那當然就會出錯 最後把它存檔就可以了 好就這樣喔 然後把它再關起來 再去執行Spider3 這個時候呢 就會亂起來 那這個時候 我們就可以開始寫程式 Spider 那打開之後的話 他預設的環境 可能是英文的 也可能是繁體的 不過沒有關係 你可以再去做修改 這裡面 他這邊還有 跟你提示說有新的版本 好 那再來的話打開之後 你會發現 假如說呢 你打開之後 會有一些東西的話 那裡面第一個 我會遇到就是說 這個環境 好像是不是因為我之前裝過 所以他記得說 我是設定為那個兼體的 但如果你要設定其他的版本 很簡單 只要找到上方有一個這個扳手 有沒有 其實版本就設定 你把它點下去 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會看到有一個叫什麼呢 叫做通用 通用這個第一個 英文叫General 然後你找到什麼高級的設置 裡面的話呢 就會出現什麼 語言部分 那目前看到的話呢 他只有 可能比較適合我們 就簡體中文 但沒有繁體中文 不過未來的版本 會不會有不知道 也許 如果你真的很希望說 有繁體中文的話 是不是可以沒有給那個開發者 然後跟他講說 是不是可以再加一個繁體的中文的 如果你繁體中文不會翻譯 沒關係 你可以把簡體的那個語系檔給我 我幫你把它轉成繁體的 然後我再寄給你 不過可能對方應該是 應該是歐洲的吧 所以你可能跟他講 他又許會多一個繁體的 也說不一定 不過目前好像沒有人這樣做 那不然如果你不習慣的話 你可以把它改成英文版 然後呢 你可以按OK 他重新開機 就會是你要的版本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呢 還有哪些地方 可能需要可以變更 第二個就是說呢 我們的外觀 那外觀部分的話呢 之前好像有同學習慣 看到白底 他覺得白底不好看 所以他習慣喔 黑底白字 如果你希望黑底白字的話 你可以在外觀裡面把它改一下 這地方的話 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印象中 預設是Spider 然後呢 你可以把它改成叫Spider Dark 它就會改成像這樣子 黑底 然後字的話呢 可能是白字 或者其他顏色的字 那好處是什麼 可以講一下 好像查 Google查一下 好像真的會對眼睛比較好 因為如果你是白底的話 好像對眼睛的傷害會比較多 不過這個個人習慣 你可以自己調配啦 這個我想 我也是沒 不過我自己個人習慣還是白底 因為用習慣 你就要改 我還是不太適應 至於呢 每個人 你都可以按照你的需求 你可以再做個變更 好 那這個地方第一個 就是齒輪部分 那其他的話呢 我們待會兒就要開始寫一個程式了 那這個程式的話呢 請各位 那怎麼開始寫程式 非常簡單 如果你要再另外開一個程式 假設我今天希望寫一支程式 就是呢 產生兩個變數 並且把它加起來 然後把加總的結果print出來 比如說呢 一個是A 一個是B 然後呢 把兩個數字加起來之後 最後呢 print出結果來的話 那這邊print的話 比如像這樣 那各位可以看到呢 print的結果呢 它就會幫我把 這個的結果 加總結果呢 幫我print出來 那這個地方 該如何鑽寫 第一步 如果你假設要開一個新的 新的程式的話 你直接在左上角 有一個類似像那個 開心文件 跟那個Word Excel 其實類似概念 按一下 這個時候的話 你會發現喔 它就會幫你開一個 空白的 這個程式 就是編輯的地方 那這個時候呢 你會發現喔 它其實裡面已經有一些註解 不過跟各位講喔 這些註解喔 你假如不喜歡 你可以把它delete掉 沒關係 那待會的話喔 delete的掉之後的話 如果你要開始寫程式 第一步喔 假設啦 我希望產生第一個變數是A 那我希望在A裡面放一個數字 等於5 意思就是把5這個數字 放到A裡面去 OK 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你要放大的話 Ctrl-加 有沒有 這放大 如果你要縮小 Ctrl-減 那意思好像字太小了 Ctrl-加 OK 那這個動作的話呢 就是意思就是說 我產生一個變數叫A 然後裡面放一個5 這個數字 那跟以前的程式語言有什麼不一樣 以前程式語言 如果你要建一個變數之前 你要宣告它的資料型態 有沒有 要宣告A 然後它裡面是放intg 但是Python不需要 也就是說Python什麼時候產生變數 就是你當於你負與值的時候 這個變數就產生了 不用額外宣告 也就是說你第一次放一個數字進去 它就是一個數字的變數 但如果你今天是放一個文字的 文字就前後雙語套 有沒有 你放進去這個A 裡面就放一個文字 OK 所以這也蠻聰明的 因為不然的話 每次宣告都宣告一大堆 跟各位講VBA也是一樣 VBA也不用宣告 直接放就OK 所以這概念跟Python如出一側 這也蠻聰明的 但有什麼缺點呢 缺點的話 相對會比較浪費記憶體 OK 不過因為為什麼現在可以這樣做 因為現在的記憶體都太大 隨便都16GB 不用18GB好了 你怎麼放都放不滿 你幹嘛那麼節省 那以前為什麼要宣告 因為要節省 要宣告越小越好 不然的話 我們那個才幾MB而已 我們要節省的用 對不對 現在都這麼富有了 對不對 這個大富翁了 花錢 買東西都不用看價錢了 對不對 如果以後 你看到人家買東西 都不用看價錢 那就是有錢了 但如果你看到有人買東西 那邊一直看 然後還比價比來比去 這個應該是沒什麼錢 所以你要挑男朋友的時候 就是好 如果有那種男朋友 不用看價錢 那應該是比較好的對象吧 OK 不過 算了 這個是一個比喻而已 OK 就是因為很多東西 因為記憶體變大 所以以前是問題的 現在都不是問題 OK 所以我們就是 第一個 先增加一個A 那再增加一個B好了 然後呢 如果你要計算的話 很簡單 我今天假設 我要計算加一個ANS 等於A加B 這個時候的話 就是把A加上B的結果 賦予到前面去 所以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等號的話 你不要用你以前 數學運算的概念 其實它應該是把後面計算完的結果 丟到前面去存起來 所以ANS裡面應該放多少 應該是放8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要把結果 把它print出來的話 那你在這邊打一個printer 然後再把ANSprint出來 OK 這樣就完成了 最後怎麼執行 按下上面有一個 這個 什麼 一個箭頭有沒有 就是play 然後把它按執行 它就會在你們的程式下方 不過好像我這個環境跑掉了 這邊就出現什麼 我最後執行的結果 所以print的結果 就會跑到這邊來 不過我因為環境好像跑掉 所以我待會再重一次 理論上你們應該是在這邊 OK 試試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先確定一下你們的那個 SPYDER 都不OK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再試試看 寫一個簡單的程式 然後並且讓它爛爛看 對不對 看けど 看著它 看著它 說 這個 我們會再試看